当年真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时候曾吓牛过不少人 如果有一位像杰森那样的变态杀手从电影荧幕里走出来 并且大开杀戒 你能想象出电视院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我估计肯定会击飞狗跳狼狐鬼叫 腿脚不利索了都得叫他翻票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午夜电影 资深精神病患者王德白被医生叫到了一个房间 王德白是一名演员 40多年前曾主演过一部恐怖片 他在那部片子里扮演变态杀人狂 这部恐怖电影非常的邪惑 凡是观看过电影的人基本上全都出事 王德白也因为这部电影走火入魔得了精神病 医生认为解铃还需戏灵人 也许让王德白观看自己主演的电影会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 负责放映电影的护工打开放映机之后就出去干别的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王德白一个人 随着影片的放映 王德白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当医生来到房间一看 发现王德白已经消失不见了 地板上只留下了一滩血和一些看不懂的符号 这下可把医生彻底吓尿了 然后这哥们叫了翻票 随后医院里发生了大屠杀 但奇怪的是只能看到血迹却找不到一个受害人 五年后的一个月黑风高的不祥之夜 某电影院正准备重映王德白拍摄那部恐怖片 春花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他和东梅还有大头负责今儿晚上的放映动作 大块头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来到电影院 这大块头的个人素养明显有待提高 说话粗俗不堪而且还挤眉弄眼 春花和东梅知道这孙子不好的 因此也没敢吭气儿 不一会儿春花的弟弟熊孩子来到了电影院 但由于年龄太小被大头拒之梦碍 熊孩子距离力争了 大头没办法把春花叫了过 春花说你甭跟着瞎胡闹 赶快回家尿叫睡觉 熊孩子走了之后 春花的男朋友铁锤来到电影院 为了陪铁锤看电影 春花只好把手头的工作交给了同事大头 铁锤和春花正聊着的时候 他们的朋友龙套哥和龙套妹也来看电影 自打医院出事之后 警长便一直在寻找失踪的王大白 当得知电影院要重映王大白的电影 警长便马不停蹄的赶了过来 希望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电影终于开演了 这是一部40年前的黑白影片 眼镜哥带着三个美女跑上头 途中由于轮胎被扎 眼镜哥只好到附近去求助 慈祥的李大妈热情的接待了眼镜哥 不过李大妈的慈祥和热情只是一种奖项 其目的是把眼镜哥给稳住 然后再让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变态杀人狂把眼镜哥给干掉 吃瓜的眼镜哥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圈套 当这哥们正好奇的到处瞎穴磨的时候 突然就被变态杀人狂一干掉 大头一直对东梅有想法 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东梅是死看不上大头 为了向自己的女神掀起 在东梅的请求下 大头答应到DH换装饮料堂 这个时候诡异的现象出现了 大头在DH忙活的画面被投射到了荧幕上 而与此同时 变态杀人狂出现在了DH 在那几位观众的注视下 大头被变态杀人的杀害 干掉大头之后 画面又重新回到了变态杀人狂的家里 炮灰地因为吃坏了肚子不停的放屁 把铁锤等人熏得是云头转下 当炮灰地去卫生间方便的时候 被变态杀人狂给盯上 每当变态杀人狂从荧幕上下来杀人的时候 荧幕上的画面就会从影片转到现实中杀人的场景 此时荧幕上显示的正是炮灰地被困在卫生间的画面 春花和铁锤认出了炮灰地 但又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哥几个正以为这是恶作剧的时候 炮灰地被变态杀人狂气里咔嚓给杀 紧接着荧幕上又出现了电影院大厅的画面 随后都没被看掉 一帮人觉得事有蹊跷 急忙跑到了电影院门口 警长在地上发现了一片血迹 他意识到肯定是出事的 于是急忙打电话救助 当这帮吃瓜群众还在傻乎乎的瞎猜的时候 警长警告他们 这里现在非常的危险 必须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本来就乱成一锅粥了 没想到春花的弟弟熊孩子又出来添乱 原来这倒霉孩子根本就没有回家 而是一直躲在电影院里 电影院所有的出口都被人锁得死死的 每个人的手机也都失去了信号 荧幕上其中一个女孩已经来到了李大妈家 因为眼镜哥一直没回去 因此他过来看情况 这个傻大妞在李大妈的忽悠下 居然还洗了个澡 这个姐们洗完澡正抹香香的时候 突然就被出现的变态杀狂给杀了 警长正跟其他人商量对策的时候 变态杀狂又出现 警长急忙开枪 但根本就没机梦用 一帮人再次来到大门口 警长试图用枪打碎大门的玻璃 但奇怪的是根本就没用 荧幕上由于第一个去找眼镜哥的女孩 一直没有回来 第二个女孩也来到了李大妈家 并且很顺利的被李大妈给打孕 要说这变态杀人狂可真够忙的 电影里杀完人还得再来到电影院里继续杀人 被变态杀人狂逼到小屋里的龙套哥 一看大事不好 扔下女朋友龙套妹虚幻个招仨子了 警长企图跟变态杀人狂来一场巅峰对决 但仅仅一招就暴露笑了 变态杀人狂烧带角还把已经蒙圈的龙套妹给杀 看着自己的儿子这么能干 李大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大块头这人虽然操了点 但做人的基本底线还是有的 对于龙套哥撇下女朋友一个人逃命的行为 他非常的看不惯 上去就把龙套哥胖揍了一轮 接到警长求助电话的警察终于来到了电影院门口 但奇怪的是 门外边的警察和门里边的春花这些人好像就不在一个时间和空间 无论里边的人如何呼救 外边的警察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从他的视角来看 电影院的根本就没有人 几个人一商量认为毛病处在放映机上 自要是把放映机关掉 那么变态杀人狂应该就没招了 但放映室被锁得死死的 根本就进不去 为了中断放映 春花让弟弟利用通风管道爬到了放映室 他们的意图很快就被变态杀人狂给发架 双方在混战中 大块头及时推倒了放映机 但变态杀人狂岂肯善罢该就啊 利用超能力很快又恢复了放映 幸亏这变态杀人狂的腿脚不太利索 不然这帮人早就全军覆没了 不过这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很快大火的主心骨最具有战斗力的大块头 也被变态杀人狂给干掉 电影中最后一个女孩一看同伴们都没回来 于是便朝着李的妈家走去 铁锤和春花经过分析 发现变态杀人狂是通过感应杀人 也就是说你一旦害怕了 他马上就能感受到 大块头的女朋友透露出的恐惧信息 很快就被变态杀人狂感应到 在铁锤等人面前的荧幕上 大块头的女朋友被残忍的杀害 紧接着变态杀人狂又把贪生怕死的龙套隔离垫死 现在就剩下三个活人 铁锤春花和春花的弟弟兄孩子 不过铁锤也没能撑到最后 很快就被变态杀人狂给解决了 春花经过深思熟虑意识到 硬拼肯定是拿鸡蛋烹尺头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不让对方感知到自己的恐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想做到不害怕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春花有自己的方法 自打妈咪去世之后 他和弟弟经常遭受老爸的家暴 为了躲避老爸的毒打 姐弟俩研究出了一套应对的方法 此时正好用得上 果不其然的 这一招还真领 变态杀人狂感知不到恐惧 也就杀不了春花和凶孩子了 不过春花在最后一刻还是没憋住 被变态杀人狂带进了电影里 在遭受了变态杀人狂 非人的折磨之后 春花初期无意的把对方扎了个半死 当他带着弟弟打算逃离 李大妈家的时候 被李大妈一个恶狗扑石困在地上 眼瞅着体力充沛的李大妈 要把春花给掐死 熊孩子从背后把他也偷袭了 紧接着回过时的变态杀人狂 开始追杀春花姐弟俩 在电影结束前的一瞬间 春花用最后的力气 把弟弟扔出了阴幕 大批的警察终于来到了电影院 但对于熊孩子所说的一切 他们根本就不信 电影的胶片被封存了 如果不出意外 迟早有一天这部影片还会重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电影院里羞恩爱 感情一定死得快 又是爆来又是肯按 情绪全都会搞坏